我感觉每次在中国过群节 大家都很热情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在笑 大家都要跟大家一起吃饭 还有鞭炮 大家好 我是James Wins 中国名字叫Winshij 有一些人会叫我Madaha 我已经在中国17年了 今年我妈妈从美国 最定了她要来中国体验中国的群节 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过中国的群节 这是以前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梦想 她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我妈妈 首先我们要去甘场 今天我们传了我们的画面 去甘场 我们今天要买一些东西啊 就是准备今年的春节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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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可不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因为如果不好吃 我不要买这么多 这汤圆吗 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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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伙真正 比较香港 她方 目前当發揮了 节奏 祝你好 期正如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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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必須一個新的製作 這是這些 給好幸福的年代 所以我們首先要把這些開門拿出來 好嗎? 來吧 贏巡 贏喜 贏富貴 這意思是 歡迎春節 歡迎 happiness 歡迎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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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婆婆做幾個蔬菜餡的餃子 這是媽媽包的 哇挺好看的對不對? 還不錯呀 第一次包餃子能包成這樣子 連我都不會包這種的花 走走 媽, you did good job Family and traditions Your traditions 我媽媽說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跟春節有關 就是家庭 這是一個家庭的一個節日 家庭都會在一起 一起互相幫助 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你看我們做這個 嬌子的時候 有一些家庭成員要準備這個事 有一些家庭成員要包嬌子 所以春節就是一個家庭的一個節日 我感覺春節有一個很有意思 就是你們都有這個拜年的習慣 拜年 就是春節是一個星期 然後我們的節日就是一天 我們聖誕節只有一天 我們乾淨節只有一天 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是要一個星期過春節 但是現在已經是七年了在中國 我就知道了 春節後面都要拜訪 都要拜年 你的親戚 你的朋友 2006年 2007年 我感覺我這是一個遊客 這是旅遊的感覺 但是現在我真的 我每年在外婆家過春節 我感覺我是屬於這個家庭的 你快來端餃子 好好好 餃子上了 哇太棒了 美嗎 不錯 如果一個外國朋友問我 怎麼可以都享受中國的文化 我當然會說那你一定要來中國 在國外過春節的話 最簡單就是跟朋友親戚 去一個中國餐廳 可能吃一個很豐盛的晚餐 但是在中國的話完全不一樣的 在中國的習俗都是完美 就是有春節 有鞭炮 可以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 可以拜年的文化等等 各年了 新年快樂 榮年大敬